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以前在台北念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学长姐告诉我们 台北的同学以为马来西亚人都住在树上的 说实在的 住在树上其实也很好啊 至少空气很清新 如果可以 我也想体验住在树上 所以也就有了这一次的行程 这里有民宿 上那个台阶那边 我们去喝茶 这里 应该就睡这种开放室的空间吧 现在要上去我们的房间 楼梯哦 有阶梯 好 好 完了东西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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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鞭太大了 小鞭太大了 这个已经是爬山了 我们不需要爬山 Conserve what our children deserve 这边有点物质 右边有一个忙活着来 挺累的 爬着带那么多行囊 爬着一段路 这要人命休息一下 Warning Sleeply Stairs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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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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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了嗎 再三十一年約兩次呢 我已经在这里了 我已经在这里了 我应该要继续吗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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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呀 夕阳 夕下 23 23 终于是 6 4 9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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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是個正確的位置 這位置很痛 这是一个课室 课室 这是什么 雨林树屋学院 这里平日呢 也是有在办一所雨林树屋幼儿园 以华德福教育理念为根本 让小朋友在大自然中学习探索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睡的地方 哇这个阶梯要走 很小 哇这里 没有帐哦 蚊帐耶 有没有被咬的 有没有被咬的 有蚊帐吗 没有 哦 有灯 现在还有灯 有风扇 过去看一下 开始听到 虫叫声 你看到猴子了 天呐猴子 现在是发猴子会抢了东西 他们负责人说要把东西收好 猴子会来 抢东西 哇 早上的景观 现在大概时间七点钟 猴子已经开始出现了 猴子会来抢我们东西吗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另外一棵树屋 这是另外一棵树屋 你会看到有主干 有没有 它有小细干 然后它是看日落的地方 要脱鞋子 哇 这个是主干 所以它是这个 屋子的 洞梁 所以挺还不错吧 再上多一层楼 楼梯更小 这就是房间 这应该是全村的人吧 哇 还有第四层楼 这很漂亮 看第四层楼 看是一样的地方 哇 这要好几个美雀属 哇 这视野很好 这视野真的很好 漂亮 这里就是透天的 可以看一些树光 还有天空 不知道怎么样 看到 那有星星 这个应该是它的新稿座 应该是新建的 还没开放给人家 住吧 是一个三角A型物 还没建好 哦 还有一个 叫Gucci吗 好像有人住耶 进去吗 有人去拿自己的尺寸 有人去拿自己的尺寸 去个Gucci 诶 那个A frame诶 A frame 我说的差不多 就是上面用 透明加克力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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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脸貌蛮胖 一下的 嗯 要咬我啊 我怕你的啊 你咬我 嗯 OK 这样的比较好一点 这个比较好一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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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啦,不要走啦 离开树屋后 原本我们要去古弄不赖森林走一趟 结果吃了闭门羹 也就只好提早去居卵咯